画面可以看到路口绿灯亮了 白色轿车和机车同时起步 不过才刚通过路口 轿车突然和骑士发生碰撞 导致骑士不稳 时空逆向 还和对象的警车发生追撞 当场是连人带车倒地 袁警也赶紧下车查看 你要意思吗 小姐 小姐 她脚被压到了 被压住了 小姐她有办法动吗 哈啰 只见女骑士脚被机车压住 受了伤动弹不得 袁警协助帮忙叫救护车 而现场还下着雨有些混乱 但骑士的白色轿车 事后居然假装若无骑士 继续开车往前扬长而去 时候警方追查 找到骑士的女驾驶 她声称不知道有撞到人 才直接离开现场 不过透过监视器画面 可以发现在发生碰撞之后 白色轿车骑士一度有停留在现场 说不知道实在是有一点牵强 说袁警也依骑士逃逸开罚 最高9000元罚还并吊销驾照